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Dali說,他附近出現華人晚上睡街 有時候也沒辦法的 那你說會不會有些人點其他人走去美國,一定有的 老點人移民,或者老點人出國,其實一向都有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上當,國內開始有些地方難找食 或者有些人走路,可能和其他案件是有關的,我不知道 講回剛才我說的Title 42 這個叫第四十二條政策,星期四就會完結 這個Title 42是侵時代搞的 那就是借疫情的名字 就會隨時可以趕走那些入境的移民 那現在 拜登政府就 要準備定 這條法例 取消的時候會怎樣的情況出現 其實是不是說 有了這條 法律 那些人就不去美國 其實也不是 其實一直都有人去美國 不過 他們走過去美國的人就要考慮一件事 因為有Title 42的第四十二條法律 可以隨時 抓你去隔離 因為這是新冠緊急衛生規定的 但是美國的隔離設施 基本上就不是隔離的 基本上就是一些共同染疫的設施而已 就是 將那些人丟在一起 有可能染疫的人就丟在一起 他又不會做快測,又不會做PCR 根據之前我們看到的新聞就是這樣 他就將那些人隨便丟在一個倉上 結果整個倉的人都都染了新冠 當然有部分的人 上了不生路 因為新冠是會死人的 好了 現在 美國的邊防人員 州地方官員 以及拜登的 就是在華盛頓的助手 都現在在搞 他們已經預料了 未來幾天 最少會有幾萬個移民 走過去美國 其實那些人已經開始進入 美國的 邊境的城鎮 那麼 大家都在等這個42條 這個法律收皮 那麼 德州三個城市 剛才我說的 Brownsville 還有另外 拉拉圖 和 拉拉圖 這幾個地方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 在 拉拉圖的天主堂外面 其實已經有很多 很窮的 移民 佔了一條街的每一個角落 那麼這些是從哪裡來的呢 主要在 蔚來垂拉 主要在蔚來垂拉 那麼 本來 就是在 天主堂外面 就是這個聖心天主堂 他們應該叫做 那麼 哇 這個真是 真糟糕 本來只有幾十人而已 幾天就多到 2000個人 已經保守了2000人 而且那些人仍然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 早上 就把 床 放在 圍欄旁邊 遮蔽 那麼 身體健全的人呢 那麼 其實呢 他們就 問人拿錢 那拿錢去哪裡呢 他們現在主要就是去侯斯頓 去丹佛 以及 這個 Orlando 因為 這三個地方 他們有一些鄉里 在那裡已經在打工了 其實就 那麼現在當然是有一群小孩子 小孩子就在這些行李那裡 到處走 找東西吃 以及黑錢 這是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 那麼 這是真正的危機 因為 很多人已經去到這個地方 那麼5月11日 即是星期四 那麼 42條 沒有了 那之後會怎麼樣呢 不知道 現在 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你有說 那麼有些人一定會說 那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 大家知道的只是有一件事 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一定會有很多人來 那麼 有很多人來的時候 會不會造成其他混亂 當然會有這個風險 那麼他 有一個神父 其實也說了 就是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那麼那個神父就叫做 Raphael Garcia 那麼 神父當然會出一些東西來幫忙 因為他是天主堂的那些人來的 那麼 都被一些人在天主堂外面搭一些帳篷 其實就 那麼他們是怎樣入境美國的呢 其實呢 在邊境那裡 就沒有受得很嚴重的 有些位 有些洞洞洞洞 那些人當然會轉洞洞洞洞洞走進來 就是說 阿琛他建的邊境牆有沒有用 那麼根本 就是他一拿出來說這個邊境牆 當然是沒有用 這個現實就是 那麼 也多謝Ivy Chong你的支持 喏 那麼 離鄉別井是慘的了 那麼犯罪率 也有可能會上升 那麼這個 42條的限制結束 就 邊境那裡就恢復了 就是這幾十年來 基本上都是很失敗的制度 那麼 現在呢 就是知道那些人聚在哪裡 已經看到 就有 3萬5千人 這個人就在墨西哥 在華雷斯城 另外呢 還有1萬5千人 就在 鐵華納 鐵灣那 那麼 加上這裡已經有5萬人了 還有幾千人就聚集在 在 這個2千里 長的邊界 在墨西哥那一邊 那麼 白宮他怎麼說呢 白宮他就說 哎呀我已經做了幾個月的事了 就是為這個激增做好準備了 已經做了一些 就是臨時設施來安置移民的了 那麼 還有就找了一些 就是 承包商幫忙做事 那麼 那麼 會減低了那些 扣留那些人 住在那些 臨時設施的時間 那麼他們 很快就應該會這樣的 進來 然後就審一審你這個人 看看 然後呢 可能你沒有什麼犯罪紀錄呢 就扔你進去社區那裡 那麼 但是 你說現在 會不會有大量的人可以真的進入美國去打工 我的看法是 會有的 即是他們會有去 即是進入到美國的大城市那裡打工 接著就 沒什麼人會查他們的身份 那麼 其實 之前呢 就是這樣的 現在呢 如果你要去美國尋求 庇護 你要在 其他國家 尋求庇護 那麼 這一樣 新的規定呢 就在星期四的時候就會生效的 即是這個42條沒有了之後 它就有一個新規定 你來美國尋求庇護 你看之前有沒有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呢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它現在是可以扔走你的 那麼 美國它就跟聯合國和其他國家在搞的了 那麼就在哥倫比亞和危地馬拉就開了一個處理中心 那麼就鼓勵那些人呢 就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 就是申請這個 就是庇護啦 那麼就 不要 長途拔洩去邊境 因為長途拔洩去邊境其實也很危險的 他們長途拔洩去邊境也是會死一群人的 因為 長途拔洩 巴亨山涉水不是每個人都熬得住 那麼現在 在邊境的人當然是預料有大量人會湧入 那麼 那麼 那麼在美國國內 他們 有一群人當然是很反對 就是被這些人入境 一定反對的了 就是 覺得 喂 就是他們來搶飯碗 當然有這樣的想法 另外一群人就覺得他們 沒有了秩序 可能會有 就是罪案 那麼 但是 大家知道 2024 美國就大選了 你說拜登 如果放鬆了這些移民的東西 他會不會沒有選票呢 是有這個可能的 如果當非法移民變成了一個 政治議題的時候 就是拜登不下重手去處理 他是不能做的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美國本身的勞動力就不是很足夠的 疫情期間 就使得很多 從事基層工作的人 就 沒有了工作能力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長身觀 有一部分就直接 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麼 他是要補回一些人的 那麼現在 如果每天 根據聯邦政府的預測 每天會有萬三個移民進去 那麼 之前每天就有六千個 現在就萬三個 就是雙倍了 那麼 就是 當然 有記者當然問一些官員 你覺得會怎樣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那些官員就出來說 我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因為如果有很多人的話 其實只能夠盡量處理 現在 問題就是 在墨西哥的邊境 除了委內瑞拉人之外 還有什麼人 剛才 好像Dali說有中國人 這是真的 是有中國人 有印度人 有俄羅斯人 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會去墨西哥 進入美國境 之前呢 如果大家記得 2019年 發生過這件事的時候 就有一部分的 就是 搞事分子 或者是違法分子 他就是用墨西哥這條路 就是入境美國的 這個 不是開玩笑的 之前真的有的 我記得 舊節目我們也有說過 就是 有 在香港 19年的時候 他應該有份 扔汽水油 多彈指 他很害怕 他 走路 他走路 不是走去英國 就是走去墨西哥 因為那時候 好像最初 都沒有 BNO計劃的 他就 在墨西哥那裡 就入了一個難民營 然後才 可以再入境美國 好像那時候 他在墨西哥的難民營 還要拍片 有一個人 如果忘記的話 就是這樣 我就是川偉司機的老爸 就說 不是香港 中國 都不少 拖家大口 走正常 去不了美國的 通過陸路走去美國 已經形成產業 俗稱走線 剛才Dali說的就是 Dali就是美國的 盲友 那 我就是川偉書記的老爸 因為正常申請簽證 美國不批 Dali就說 大陸抖音 有人直播走線 也是 現在 在美國當地的媒體也有報了 說這些國家是 很動盪 政治動盪 經濟困難 就是委內瑞拉 中國、印度和俄羅斯 千辛萬苦才去到美國 那麼 這些移民是不是會多很多呢? 拜登政府 我猜 他開始了 採訪之後 頭十八個月 其實已經有三百萬人 去了美國 其實就 拜登這次可能 我認為 如果被共和黨成功解僱了一個議題 他可能真的不能做 紐約、華盛頓、特區和其他地方的市長都說 因為有大量移民的湧入 已經令到 他們的資源緊張 佛羅里達州、德州、阿里桑那州的共和黨州長 他們做了什麼呢? 就是給他們免費車票 送了那些移民去紐約、華盛頓、特區和其他民主黨 持續的城市 你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當然啦 問題在別人那裡 就不是自己的問題 那麼現在 就是 民主黨持續的地方 當然是他就拗了頭 還有 會不會影響選舉 所以 被共和黨炒作了這個移民問題的話 是有可能的 是成為選舉議題的 有可能是成為選舉議題 而且 是令到美國的那些右翼 是 更加瘋狂的 那麼 那麼 這個42條取消 其實真的有沒有那麼大影響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 那些人應該擁去美國呢? 那現實就不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被人拘捕了那些人就怎麼樣呢? 就會進去一個 他們叫做 邊境處理系統 就是邊境巡邏隊 他們當然是有設施可以容納那些非法移民 那麼 那麼 本來可以容納4,600個移民的地方呢 去到5月4日的時候已經 就是 有6,000人在裡面 這些已經是過度湧劑的情況了 其實已經是 很明顯的 那麼 根據當地官員的說法呢 這個呢就是 Rio Grande Valley 就是這個叫做 利奧格蘭德河谷 那麼 他就說 三分二的人呢 就是委內瑞拉利的 那麼現在德州 Brownsville 剛才我們說有汽車襲擊 打保齡那裏 他有一個大學的棒球場呢 就變成了一個 臨時處理這些移民的中心 那麼共和黨人當然是 利用這些東西去 對拜登和民主黨 做政治 攻擊 就說他們呢 沒有確保到 美國的邊境的安全 那麼 這個禮拜 共和黨人在搞一個法案 那麼 當然是要恢復 阿川普時代的 就是 移民政策 就是阿川普時代的移民政策 其實是很有侵略性的 就是他叫做阿川普是沒有錯的 就是他 基本上就是 很殘忍的 對那些非法移民 那麼 共和黨人現在做什麼呢 還有就是 打算要彈劾 這個 國土安全部的部長 Homeland Security 的部長 叫做 阿里蘭諾 Mairocus 那麼 這個呢 很嚴重的 他可能真的沒得做 拜登也可能沒得做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 被共和黨把這個議題 變成 2024大選的議題 那麼 拜登很有可能是沒得做的 如果他成功炒起了 以及他挑起了 這些移民的仇恨 雖然 我也要說句真話 在美國做小生意的人 很多都會請這些 就是 墨仔 委內瑞拉人 去打工 比如說 你開一間餐館 你會不會叫他 做清潔那些 應該也會的 我 我認識的唐人也會這樣做 譬如做小生意 炒餐那些 會不會找墨仔來幫忙 是會的 做送貨的人 會不會找墨仔去幫忙跟車 又會的 就是 你說 勞動力 在美國 就是有沒有用 這些 新來的 非法移民也好 你說合法也好 視乎你們怎麼看 他們 是補充到 美國最底層的勞動力 美國最底層的勞動力 在疫情期間 是受到重創的 那麼 所以我就說這些事情要兩面看 如果 就是 大家是理性一點去看這件事情 就是 這些人補充到美國缺失的勞動力 那麼 拜登就可能可以繼續做下去 但是如果 另外一方面成了勢的 就像共和黨那些人去炒一個 反移民議題成了勢的 那麼拜登就很可能沒得做 現在整件事情是很難搞的 那麼 那麼 當然了 現在的那些人權組織當然是 很期待 這42條是取消的 但是那些人權組織也有 只有拜登另外一條法律的 就是 在美國 如果你要在美國停留的話 之前要在其他國家申請的庇護 那些人權組織也有 這條條例 究竟對於那些 就是 走爛的人公不公平 那麼 我就認為這些 你很難說公不公平的 它規矩就是規矩 它 始終都是想篩就一班人 這個現實就是 始終都是想篩就一班人 但是你說美國是不是 真是 民主自由 包容這些人 未必的 就是 大城市我想就會好一點的 但是大城市現在都感受到那個壓力了 其實就 還有現在 就是那些 庇護中心那些 其實現在爆了 那麼 國際救援委員會 其實他有人 就建議了 現在在 華雷斯城大教堂 就用一個APP 就在 進入美國之前 就預約 現在是 建議他們這樣做 建議墨西哥那些人 但是 美國 IT就 很久留留 拜登政府在2月出了這個APP 他想著就是邊境可以 有秩序的 人們有秩序進來就沒事了 即是我在一個APP 預計申請了 然後才進來就行了 但是呢 他的問題就是 那個預約數 是很少的 即是你可以合法地走過去美國邊境的人數 是很少的 而且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個APP經常都很輕盡的 這個APP根本是一個笑話來的 有人說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麼現在 看到的情況就是 呃 這個委內瑞拉 的人呢 就很慘 在這些地方 不過他們很正面的 現在訪問了一個28歲的人叫做Daniel 那麼他就說 他就不想在美國政府拿 任何東西的 哈 他呢 當然了 當然是不讓那個姓的記者知道 因為他是非法入境的 沒有經過處理就進了美國了 他只是想做事而已 這些28歲的年輕人 其實 我都要說不只有一個這樣的人 其實大把人 都是 未經處理 走進去 而他們呢 只是求一個工作機會 哈 就是這樣了 喏 那麼如果你說 可不可以 填充到 這個勞動力 會比BNO 我要告訴大家 真是 BNO 其實 不是很熬得 就是現實就是 但是這些 即是南美的人呢 他們窮過 他們一定會熬得過 即是比這些BNO 的那些 是熬得的 那麼 我認為拜登呢 他會怎麼做呢 他 他也是會照樣放這些人進去的 他放這些人進去 其實 可以令到 那個通脹 也可以緩解一些 他放這些人進去 提供一個勞動力 那麼 也減少了 我的看法 就是那個 現在那個 就是 那個勞動力的缺口 那麼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 可以令到 即是 他底層的人的人工 就可以維持 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就是 為什麼說 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你不用搶人了 之前呢 我聽到那些人說 就是說 他做送貨的 他找幾個墨仔跟車的 其實一向都有 那麼 之前是請不到人了 那麼現在 如果有這些人 他肯去做跟車的 擔擔抬抬抬的 有氣有力的 那麼你請不請他 當然是請他做 還有 他們根本 就是說 會不會想要很多錢 就是委內瑞拉那些人 我理解的 他本身也沒有什麼錢的 他是要重新開始的 那麼重新開始 他當然要 做得更勤力 好了 那麼就講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其他話題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